明家是南庆的第一世家,地处江南富裕之地本就是世家 在原著周明家和京都氏族崔家是联姻 两大家族都和信阳长公主关系密切 崔家虽然是南庆大族,但是毕竟在京都有很多限制 但是明家不一样了 明家地处江南,天高皇帝远,是妥妥江南的地头蛇 在江南,可以说是明家的地盘了 甚至是江南的官员都要对明家近几分 就连后来范贤去了江南 想要从明家手中拿回内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哪怕是强龙遇到了地头蛇也不敢轻举妄动 南庆第一世家背后不仅仅有巨额财富支撑 更有当地和京都的势力背后千丝万缕的关系 还关系到江南内裤和经济,甚至海外边境的稳定 所以明家不好对付 关于内裤的两千多万的亏空 原著中写道 严冰云冷冷说道 信仰每年往北齐和东夷城走私的数目极大 表面上的亏空是由东宫太子那边造成 但实际上最大的一笔数目都是经由明家交给了二皇子 用来收买朝中的官员结交各路的封疆大吏 所以大人判断的不错 二殿下背后就是长公主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长公主在接手内裤走私的钱财 很大的一部分是经由明家的手 所以明家能够如此巨富也是因为内裤 而两千多万的亏空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而这两千多万的损失没有在长公主手上 也没有在二皇子手上 更不会被太子私吞 而是被明家私吞了 可见明家有多大胆 所以明家对长公主和二皇子也并不是全然忠心耿耿 她能够成为江南的地头蛇背后是巨贪 而所有人都以为是长公主贪了这两千多万 其实并非如此 背后有明家的手笔 正如原著中范贤所说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商人就胆大起来 有50%的利润 他就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 他就敢践踏一切庆率 有300%的利润 他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着脚手的危险 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从范贤的这番话可以看出 明家贪了内库2000多万背后 是300%的利润 而为了这如此聚润明家 也是毫无人性 无所用之不及 无是律法 无是人命 而范贤去了江南后 才对明家发家致富的手段有了了解 这背后简直是桑尽天良 甚至可以说明家的每一个铜板上面 都沾满了鲜血 实在太脏 原著中写道 海盗 范贤的眼中闪过一抹绿色 明家从内库接了货 由泉州出海 一路上北上往东移城 一路南下去西边天外的养鬼子处 这些年来 出海之后总会遇上海盗 三艘船里总要折损一艘 而实际上 那海盗都是他们明家自己的人 内库出产遇到海盗 他明家还要赔钱给内库 看似亏了 但实际上 他抢了那船货物 偷偷运到海外卖掉 一船货物 朝廷六成的分红 他便不用再支付 而且赔给内库的 只是个成本而已 这一艘船正的 可是要比那两艘还要多呀 只是可怜这些年里 海上不知道多了多少亡魂 范贤说的这些 只是最近这些天监察院 与夏七妃合作查出来的 只可惜一直没有活口实证 明家这些年用这种很辣的手段 不知道挣了多少银子 这些人做事极为心狠手辣 风生寂静 又有贵人掩护 所以朝野上下 只当初海南行本就是风恶浪险 海匪猖獗 却根本想不到明家自抢自货 玩的是商匪一家的把戏 范贤去了江南 还是和夏七妃合作才查出明家背后所作所为 可见这些年来明家贪污了多少 更是赚了多少 更是沾了多少人命 所以这两千多万的亏空 实际上是明家造成的 也是明家玩的一手好计谋 所以 看似风光无限的明家 背后不知藏了多少见不得光的阿扎 这世家大族 竟然是视人命为草芥的摊商 古人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明家明明那么有钱了 却还要铤而走险冒着灭族的风险 做出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几乎每个铜板上面都沾了人命 如此世家 实在是太脏 这都那么有钱了 为何还要冒险 无非就是一个贪字罢了 人性的欲望 在面对内裤产出的那些超越那个时代的优质产物 明家动了思念 想要占为己有 但是内裤终究是皇家财产 明家只是商骨 虽然朝中有人 但是依旧还是没有过了欲望那一关 总是想要将那些财产化为私有 毕竟对他们来说 这些不在明面上的银子 比记录在内裤账本上的银子 要好用多了 人性不足蛇吞相 明家从一开始的小小贪恋 最后变成了如今面目全非的巨贪 变成了如今的沾满鲜血的魔鬼 让人唏嘘 看了这么多集的 庆余年 一直以为庆帝是最大的反派 毕竟是他当初杀害了叶青梅 还嫁祸给皇后 导致皇后被灭全族 后来想方设法地要杀死武竹 私下里一直偷偷研制能够对付武竹的火药 在范贤遇刺受伤的时候 利用范贤引出武竹 让他没想到的是 武竹过于强大 神妙使者加上他特制的弓箭 都没能留下武竹的性命 为了不让范贤知道这件事 又让范贤匆匆地下江南 收复内裤 这样来看 谁的心眼能多过庆帝 论阴贤狠毒 更是无人能及 谁承想 临到大结局 竟现身一个比庆队还要狠毒的人物 明清达 特别是当观众看清这一角色 是由宁里饰演时 便更加笃定了这一角色不简单 那么 这位明清达的结局 究竟会怎么样呢 范贤第一天到江南的时候 明家就开始使绊子 让一伙难民去砸范贤的船 没想到这伙难民很快被收买 把一切都交代了 范贤上岸后 就质问明清达 明清达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还说要在天黑之前 给他个交代 让范贤随他去家里抓真凶 当看到那场过继仪式 后来变成捉胸现场的时候 着实讽刺 上一秒认了个儿子 赶人肺腑 下一秒就将人推出去顶罪 明家凭什么敢这么嚣张 竟明目张胆地行凶 原来背后竟站着二皇子和长公主俩人 有这样的靠山 怪不得他敢跟范贤作对 后来在制造火灾时 为了力求逼真 竟让十几口人白白送命 用他的话来讲 因为这样可以让世人认为 三大方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 而他从里面搬出来的一切 就都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明家的私有财产 甚至连二皇子和长公主都能被瞒过去 只可惜他小瞧了范贤的能力 很快查出了三大方的地址 最后为了给范贤一个交代 明老太君想献记明清达 扶小儿子上位 不料明清达先一步杀害了明老太君 想范贤示好 这样一来 他就摆脱了明老太君和二皇子 成为真正的明家家主 明清达的阴谋 范贤早已心知肚明 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就在身边为己用 在调查明家的时候 发现明老太爷有个私生子 在临死前给了他们娘俩好大一笔钱 结果被明老太君杀害 拿走了所有钱财 虽都说这个明七爷已经死了 但还是让范贤发现了一个秘密 当时的明七爷没被杀害 已经逃出了明家 出去后便当了水匪 正是如今江南一带有名的水匪投资夏七妃 故 范贤心生遗迹 想找到夏七妃 帮他夺回明家的一切 凑巧的是 有一伙匪徒打劫范贤 并且他们正是夏七妃的手下 这可把范贤高兴坏了 两人见面后 范贤直接亮明身份 然后在范贤恩威病失的情况下 夏七妃答应合作 要知道做任何事都会有代价 范贤帮夏七妃成为了明家家主的代价 不是要江南水寨 也不是要整个明家 而是要夏七妃这个人 所以范贤把夏七妃收编 成为自己的下属 明清达斯吞三大方 被范贤发现 为了讨好他 献祭了明老太君 没有了明老太君的管束 他成了明家真正的掌权人 在招标会上 因为中了范贤的圈套 给范贤下跪 招标会结束后 装病晕倒 向范贤示弱 咬牙拍下被范贤抬高的行销权 便向送钱给范贤 后来 老太君一死 虽然明清达掌握了实权 但因为失去了 由母亲维系的军山会 和太平山庄等势力 明家在江南的夜 因此影响力一落千丈 最后 夏七妃在范贤的帮助下 成为明家家主 明清达失去了他隐忍多年 苦心经营得到的一切 不得不说 明清达简直就是个可怜 可悲 但又可恨之人 这可真是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话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而悟了轻轻性命